6600万年前,恐龙王朝迎来了最后的日落,一颗陨石从天而降,将昔日的霸主砸得粉碎。然而这场灾难的幕后,真的只有这一颗陨石吗?也许真正的故事,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曲折。 白厄寂寞期,地球就像一个巨大的温室花园,气候温暖湿润,极地没有冰雪,海平面比今天高得多,大陆被浅海分割,北美洲中部淹没在浅海之下,欧洲是一片破碎的群岛,印度次大陆则孤悬在南半球的海洋上。 在这片郁郁葱葱的热带天地中,恐龙家族达到了他们统治的巅峰,此时,他们已经在地球上繁盛了超过一亿五千万年,霸主地位无可撼动。 陆地上,霸王龙、三角龙等巨兽横行无际,天空中,翼龙展翅翱翔,海洋里,苍龙等海中霸主自意猎食,繁茂的森林中开满各色鲜艳的花朵, 一些小型的原始哺乳动物躲在阴影中夜行觅食,只敢做恐龙时代的配角。 这是恐龙王朝最辉煌的时代,也是它的黄昏前夜,看似一片繁荣昌盛。 然而风暴的前兆已在酝酿,气候开始出现轻微的波动,一些物种的多样性悄然下降,但庞大的恐龙们依旧无忧无虑地生活着, 丝毫没有意识到,一场来自天与地的史诗级灾难正悄悄逼近它们。 就在恐龙们悠然度日的时候,一颗不速之客正以每秒二十多公里的速度,比子弹快数十倍,从太空冲向地球。 这是一颗直径约十公里的巨大小行星,相当于一座山峰从天而降。 六千六百万年前的某一天,它划破天空,拖着着眼的火焰伪迹,以毁灭性的姿态扑向如今墨西哥湾附近的海域。 下一刻,大地为之震动,小行星已无法形容的能量撞击地球,瞬间释放出的威力相当于数十亿颗原子弹同时爆炸,撞击发生的刹那,大地仿佛都为之凝制。 恐龙们甚至还来不及感到恐惧,便已被突如其来的末日强光与高温吞没。 方圆数百公里内的万物瞬间灰飞烟灭,剧烈的冲击波则如同无形巨锤横扫地表。 所到之处森林被连根拔起,岩石被气化,紧接着,炙热的碎片被抛向高空,又如火雨坠落,引发全球范围的狂野大火,大片森林化为火海。 撞击还激起了翻腾的海啸,掀起高达数百米的巨浪沿着海岸肆虐,将沿岸生灵卷入深海。 更可怕的是,撞击带来的长期灾难,小行星撞出一个直径约180公里的巨大陨石坑,位于今日的尤卡坦半岛,即著名的西克苏鲁博陨石坑,数以万亿吨计的尘埃和气体被注入大气层,漫天的灰烬尘埃遮蔽了阳光。 地球陷入长达数月乃至数年的黑暗,失去阳光的温暖,气温急剧下降,整个世界仿佛坠入了一个极度寒冷的核冬天,白昼宛如黑夜,植物因无法进行光合作用而大量死亡。 没有植物,草食恐龙失去了食物来源,肉食恐龙也很快无物可食,整个生态链开始崩溃,地球仿佛变成了一座死寂冰冷的荒原。 曾经喧闹的森林只剩下烧焦的残骸和漫天的灰烬,与此同时,撞击还释放出寒流气体,形成漫天酸雨,进一步污染环境。 在这场全球性浩劫中,无数物种在短时间内相继灭绝,除了少数体型小,能躲在地下或水中的幸存者之外,恐龙这样的庞然大物几乎无疑幸免。 这一系列连锁反应仿佛多米诺骨牌般倒下,如此末日景象远非任何史前生物所能抵挡。 恐龙也不例外,统治地球一亿六千万年的恐龙时代就此终结,与恐龙一同从地球上消失的还有空中的翼龙、海洋中的苍龙、菊石等古老生物,整个生物圈经历了一次大洗牌。 令人震惊的是,恐龙灭绝的序幕可能早在小行星撞击之前就已经拉开,就在小行星尚未出现的几十万年里,地球另一端正在上演一场不同类型的浩劫。 在当时的古印度次大陆,如今的印度地区,地壳下方蓄积的岩浆开始疯狂泄漏,持续的超级火山喷发,造就了巨大的德干、暗色岩熔烟台地。 德干暗色岩,火山活动并非普通的火山喷发,而是一次又一次巨量岩浆喷涌的序列。 想象一下,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反复淹没在炽热的熔岩洪流下,火山灰和气体不断从大地裂缝中喷出。 整个喷发过程断断续续持续了上百万年,堆叠起厚达两千米的熔岩层。 可以说,大自然在印度次大陆安放了一台马力全开的熔岩制造机,让炽烈的岩浆像洪水般肆虐。 这场漫长的火山浩劫对地球环境造成了深远的伤害。 首先,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源源不断地注入大气,导致全球气温升高,气候发生剧烈变化。 紧接着,火山喷发还释放出寒流的有毒气体,在大气中形成覆盖全球的硫酸烟云,带来持久的酸雨。 那时候的天空往往被火山灰染成昏黄色,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硫磺气味。 一场场酸雨像醋一样落下,灼烧着森林和大地。 酸雨如同空中洒下的腐蚀剂,毁坏植被,酸化湖泊和土壤。 海洋也未能幸免,二氧化碳融入海水导致海洋酸化。 许多海洋生物,尤其是那些带石灰制壳的浮游生物和珊瑚,面临生存危机。 剧烈的气候动荡,时而酷热,时而阴冷。 再加上陆地和海洋遭受的化学破坏,让当时的生态系统苦不堪言。 在火山活动最剧烈的时期,恐龙的生存环境可能已经江河日下。 有研究推测,恐龙在灭绝前的数百万年里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某些类群的化石记录变得稀少,或许正是因为环境每况愈下。 想象那幅图景,茂密的森林渐渐枯萎。 植食性恐龙,找不到足够的新鲜植物。 天空飘落的酸雨,刺激着动物的皮肤和眼睛。 海洋中的浮游生物,大量死亡。 食物链的底层正在塌陷。 虽然恐龙曾经适应过地球气候的各种变迁, 但是如此强烈而持久的打击让它们的亡国开始动摇。 在小行星尚未到来之前,恐龙的世界或许已经元气大伤, 只是这场衰退来得隐秘而缓慢, 就像温水煮青蛙般不易察觉。 几十年来,小行星撞击几乎成为恐龙灭绝原因的代名词。 然而,也有科学家提出,火山八才是主因的不同观点。 随着研究的深入,关于恐龙灭绝的讨论变得愈发精彩。 难道真相不是单选题,而是以上全选? 那么,恐龙灭绝究竟是谁的杰作呢? 如今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 指向一个折中的答案,两个都是。 对恐龙来说,真可谓祸不单行, 就像一出精心策划的双重谋杀案, 地底喷发的火山和天降的陨石, 可能共同导演了这场生物灭绝的悲剧。 想象一下这个过程, 德干火山经过漫长岁月对地球环境的慢性伤害, 已经让恐龙世界元气大损, 犹如拳击比赛中被打得摇摇欲坠的选手。 而就在此时,小行星如同最后那季致命的重拳迎面击来, 一击毙命,火山喷发提供了前奏, 小行星撞击带来了高潮, 两个灾难一个缓一个急, 一前一后接连登场, 给生命以最沉重的打击。 更巧的是, 有研究认为这两场灾难的时间线可能紧密交织在一起, 精确的年代测定显示, 德干暗色岩的大规模喷发与小行星撞击 几乎是同时期发生的。 有科学家推测, 小行星撞击引发的地震或冲击波 甚至可能加速了火山的喷发, 让地球雪上加霜。 就地质年代而言, 五万年, 十万年的差距, 不过弹指一挥尖。 对于恐龙来说, 无论是先遭长期折磨再被突然斩首, 还是两难其下, 同一时期接连受难, 结局都是一样的惨烈。 因此, 我们没有必要非把责任推给单一元凶。 白鳄寂寞的大灭绝更像是一场完美风暴, 是多重灾难共同作用的结果, 火山让生态系统陷入困境, 小行星的撞击则彻底压垮了最后的防线。 恐龙并不是死于某一个瞬间, 而是倒在了漫长的环境巨变 和突发灾难交织的洪流中。 这场灭绝仿佛一部分为上下篇的灾难大片, 上半场是缓慢积累的危机, 环境逐步恶化, 下半场是突然降临的绝杀, 陨石瞬间打, 结局则是生命的大崩溃。 有人不禁要问, 如果没有陨石撞击, 仅得干火山喷发, 恐龙能撑过去吗? 反过来, 如果只有陨石撞击, 没有火山的慢性打击, 恐龙是否有机会幸存? 很遗憾, 历史无法假设, 但科学家的研究推测, 这两场灾难各自其实都足以造成一次大灭绝, 火山造成的长期环境巨变 已经让恐龙王朝元气大伤, 而陨石的突然打击 更是任何大型动物都难以承受的绝境。 最终, 两者凑在一起, 让恐龙几乎注定无法逃脱灭绝的命运, 令人后背发凉的是, 白恶寂寞的双重打击, 并非绝无仅有的巧合。 在更久远的地质历史中, 剧烈的火山活动曾多次扮演生命者的角色, 这种规模空前的容颜喷发, 在地质学上被称为洪流玄武岩事件, 往往和生物灭绝紧密相关。 举两个最著名的例子, 大约二亿五千万年前, 二叠纪末期, 地球上发生了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庞大的一次火山喷发, 西伯利亚暗色岩事件, 那场灾难喷出的熔岩覆盖了整个西伯利亚广大区域, 释放的温室气体和有毒气体引发了极端的气候变化和环境巨变, 导致约九成的物种在短时间内灭绝。 可以说当时地球的生物几乎被灭了个干干净净, 这是已知最严重的一次生物大灭绝, 地球生态系统用了数千万年才从废墟中恢复元气, 再看大约二亿年前的三叠纪末期, 类似的惨剧再次上演, 当时大西洋两岸发生了剧烈的火山活动, 被称为中大西洋火城岩省事件, 引发了三叠纪、侏罗纪大灭绝。 众多海洋和陆地物种无法适应突如其来的环境巨变相继消失, 为恐龙在侏罗纪的崛起扫清了道路。 由此可见, 每当地球内部酝酿的火山能量大规模喷发, 往往都会给生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无论是二叠纪、三叠纪还是白恶纪末期, 洪流般的玄武岩喷发都像死神的蓄取, 与生物灭绝紧密相伴。 恐龙的灭绝并非特例, 而是地球这本灾难编年史中重复出现的桥段之一。 经过数十年的科学侦探工作, 我们才逐渐明白这场灭绝的多重真相。 白恶纪地层中那一层富含异元素的薄薄粘土, 印度德干高原上绵延的玄武岩台地, 都在向我们讲述亿万年前发生的故事。 科学家们正是根据这些证据碎片, 拼出了恐龙末日的历史全景。 恐龙灭绝的故事告诉我们, 历史往往不是因单果那么简单。 那个改变世界的白恶纪末日并非源自单一事件, 而是多重灾难交织的结果。 陨石只是最后一击, 而火山早已在幕后耗尽了恐龙时代的生命力。 这一惊人的真相为我们揭开了地球史上一幕曲折的悬疑句, 也让我们对生命的脆弱和环境的变换充满敬畏。 然而, 每一次大灭绝的终结也是新生的起点。 恐龙的泄木为哺乳动物和鸟类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严格来说, 一小只恐龙, 鸟类的祖先暂中幸存下来, 演化成了今日的鸟群。 如果没有那场灭绝, 就没有后来属于哺乳动物。 最终是人类的时代, 地球在毁灭中涅槃重生, 顽强的生命总能在废墟上再次开花结果。 当灰埋散去, 阳光重归大地, 少数幸存的生灵逐渐繁衍开来, 一个全新的演化时代就此开启。 展望地球的未来, 我们不禁要问, 类似的多重灾难还会重演吗? 答案是, 极有可能。 但时间尺度或许在遥远的将来, 超级火山仍然潜伏于地底, 宇宙中也依然有流浪的陨石, 就在人类创造文明的当下, 像恐龙那样的悲剧理论上随时可能重演。 不过, 与恐龙不同的是, 我们已经具备一定的预知和防御能力, 科学家们监测着近地小行星的动向, 努力研发行星防御技术。 对于火山, 我们也在不断研究以期早做预警, 恐龙无法选择命运, 但人类至少可以未雨绸缪。 恐龙的灭绝让我们明白, 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 曾经脆弱地失去过它的主宰者, 也终将面对各种出其不意的考验。 正因如此, 我们更应珍惜当下的地球环境, 敬畏大自然的威力。 值得警惕的是, 如今人类本身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 改变着地球的生态系统。 有科学家警告, 这可能正在引发一场第六次生物大灭绝。 虽然这是另一个故事, 但恐龙的悲剧提醒我们, 无论灾难源自自然还是人类, 曾经稳固繁盛的生态在巨变面前都可能脆弱不堪。 毕竟, 在地质历史的长河中, 没有一个物种的统治是永恒的。 今天属于我们的时代, 总有一天也会走向终结, 但只要我们怀揣对历史的敬畏, 与对未来的谦逊, 也许就能在这颗变幻莫测的星球上走得更长远。